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323集 脑瓜疼他打了我两拳 娘娘他们是坏人是坏人 你叫大哥打他们 徐玲音一边喊一边朝着家丁推推推 你是这丫头的娘 家丁审视着婶婶 目光有些挪不开 她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随后她目光又落在许玲月身上 又吃了一惊 不过 既然婶婶和许玲月身后没有扑从跟随 家丁顿时放心摆出了凶神恶煞的脸 你家丫头打了我家上爷 我们也把她带走 婶婶当然不同意 她拦着不让走 但家丁更无赖 故意用身体去撞婶婶 迫使她退避 另一个家丁有样学样 去撞许玲月 两个家丁是肆意大笑 许玲月惊慌失措的后退 被逼到院门口 给门槛办了一下 惊呼着摔倒 撞进了一个温暖厚实的肩膀 她扭头一看是许清安 立刻眼泪汪汪 大哥 许清安手里拿着炸鱼丸和肉馅饼 扶纹许玲月 眯着眼扫尸两个家丁 她是我妹妹 有男人来撑场子 沈沈松了口气 往侄儿身边靠了靠 家丁也不闹了 但依旧理直气壮 瞪着许清安 你家妹妹打伤我家少爷 就只剩一口气了 其实刚才出来时 大夫解释过 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家丁肯定不会明说 站着道理 才能挺直腰板说话 这是乡野村夫都懂的技巧 这时李先生也追了出来 见到沈沈后松了口气 李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沈沈大声质问 李先生把事说了一遍 无奈说道 这事啊 你们家确实不占领 给老夫几分剥灭 好好解决 原来是吃的胃抢了 许清安点了点头 行 把我妹妹放下 你们去喊这小子的爹娘过来 他估摸着得赔钱了 不过 小豆丁没吃亏就好 许清安向来是个讲理的人 放你娘的狗屁 拎着许灵音的家丁 抱了句粗 你们要是跑了怎么办 这个丫头 我们一定要带走 天我老子来了也不管用 别冲动 别冲动 不如这样 老夫随几位一起去赵府 李老先生忙打暖场 话还没说完呢 他感觉眼前一花 那个年轻男人的身影就消失了 接着身后传来响亮的巴掌声 再就是沉闷的一声 啪唧 似乎有人摔倒了 老先生立刻回头 看见年轻男子 把许灵音夹在隔着窝下 脚边躺着家丁 昏迷不醒 他嘴边蹦出了几颗破牙 不停的流血 呸 一个下人就敢这么嚣张 老子看你家主人 是何方神圣 许清安向来是个讲理的人 另一个家丁怀里抱着孩子 许清安没出手教训 瞪着他 滚去找你家主人来 家丁忌惮的看了他一眼 不吭声的跑了出去 大哥 许灵音是一下子不哭了 头下脚上的被许清安夹在一眼下 像鱼一样的蹦的 使身不满意 他粗鲁的对待女儿 把许灵音抢了过去仔细检查 有没有哪里疼啊 许灵音不慎在意的摸了摸头 脑瓜疼 他打了我两拳 沈沈脸色陡然一尘 许清安眯了眯眼 谁打的你 那个小胖子还是大人 小胖子 许清安走到李炳毅的身前 先生觉得 这件事怎么处理 他想先征询一下 学校老师的意见 李炳毅沉吟道 找串那孩子受了些伤 估摸着要在床上躺几天了 你们态度好一些 赔些钱聊事吧 那孩子的书工 是护部的温选司郎中 言外之意 比背景你们比不过 闹大了怎么都是个书 我们不赔钱 沈沈掐着腰 仗着又直儿撑场面 凶得很 管他什么郎中不郎中 是正无品 宁夜 我们赶紧回家 沈沈转头说道 哎呀 要不要怂得这么快啊 许清安 没好气的说道 挥什么家 跟人家闹到府上 不是更丢人 不如就在这里解决 等了一个小时 陆陆续续 有家长来接孩子回家 许清安 耳阔一动 听见了嘈杂的脚步声 那个家丁去而复返 身后跟着一个傅家翁 打扮的中年人 一个穿金带淫贵妇 打扮的女人 年岁不大 三十出头 以及十几个 手持棍棒的家丁 家丁告状 老爷 就是那个丫头 打了少爷 还有那小子 不但包庇死丫头 还动手伤人 女人一见 许清安等人 就破口大骂 中年人压着怒火 打量着许清安 你是什么人 家里长辈 在哪个衙门 在下许清安 是打扛人 三个字没吐出来呢 因为中年人 冷声打断 我问你家长辈 家属许平志 玉刀位百户 中年人 哦了一声 尾音拖得很长 哦 齐齐一个 玉刀位百户的女儿 居然敢打伤 我宝贝儿子 这件事没完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赔偿五百两银子 二 我抓这丫头 去衙门 五百两 沈沈惊呼了一声 打死你儿子 也赔不了五百两 你想都别想 近人 你怎么说话的 贵妇打扮的女人 刚停止骂声 闻言大怒 指着沈沈唾沫横飞的骂 看看这一家子 没一个正经人 难怪女儿那么野 原来有一个妖恋的娘 都不是好东西 沈沈掐着腰 冷嘲热讽 掌中这副歪挂裂造 也好意思出来丢人现眼 我呸 女人大怒 急不上前 挥舞巴掌就要给沈沈一下 沈沈尖叫了一声 许清安一巴掌 把女人打了个亮枪 脸上鲜红 女人怒目相识 啪的又是一声 许清安呢 又是一巴掌 女人没站稳 跌坐在地哭叫道 老爷 你还在等什么 我都要被人打死了 中年娘人心里本来就窝着火 既然事情谈不成了 沉着脸 大手一挥 给我打 家丁一拥而上 女人指着沈沈尖叫道 打死这些贱人 许清安把沈沈和灵月 拉到身后 抬脚踹中最前头的家丁 滚棒脱手 一百多斤的家丁 直接飞了出去 飞到外头的街上 他这一脚用的是巧力 十几个家丁 齐齐杀住脚步 握着滚棒不敢上前 刚才那一脚的力量 不是普通人能做到 这家伙是个练家子 原来是个练家子 中年男人低声 朝身侧的一个家丁 耳边说了几句 家丁立刻跑开 中年男人脸色阴沉 这里是京城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 这位少侠 你妹妹打了人 怎么也得给个解释吧 你儿子还抢我妹妹食物呢 许清安斜着眼看着他 婶婶一边安抚幼女 一边安抚被吓到的灵月 抬头看了一眼许清安 心里顿时很有安全感 不枉费老娘把她养大 她还是个孩子 哪个孩子不嘴馋 这算什么事 你跟一个孩子斤斤计较 要不要脸 女人大声说道 她有些忌惮 说话不敢那么颇横了 许清安懒得搭理他 中年男人问道 那你想怎么样 你儿子先抢了我妹妹的食物 又打了他 所以 我只愿意赔十两银子 许清安 给出自己的态度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